大家好,我是Edward 今天我会分享一支去年12月底刚刚上市的电动汽车ETF 代码是Drive 由于全球都在进行一场远大的碳中和运动 电动汽车在近期和长期来看都会是一个强劲增长的领域 人们也越来越接受电动汽车将在未来几年取代内燃机汽车的观念 那么为了满足想要压住于电动车领域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挑选的个股投资者 BetaShare推出了Drive这支全新的ETF 他们预计,未来几年电动汽车的销量将强劲增长 随着像智能汽车的过渡 半导体和高科技零部件在汽车中的使用也可能会大幅增加 根据这家公司1月21日的披露 Drive的基础资产净值是825万澳元 年管理费是0.67% 在他们的投资组合中 持有多达50只涉及未来交通运输的不同股票 占比最大的四只 分别是最著名的电动汽车股票特斯拉 占总投资的10.1% 自2020年年初以来 特斯拉股价已经上涨超过10倍 其次是我们都熟悉的优步 占Drive投资组合的0.67% 第三名是安波福 占比6.6%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全球知名汽车零部件公司 他们主要负责设计和制造汽车部件 并为汽车和商用车市场提供电器 电子和安全技术解决方案 然后是来自中国的蔚来汽车 也占到了5.8%的份额 在Drive的投资组合中排名第四 按领域来划分的话 Drive投资组合中 40.2%的公司属于汽车制造商 16%属于零部件制造商 13.7%是半导体公司 鉴于汽车技术在澳大利亚市场的代表性不足 Drive给澳大利亚投资者提供了潜在投资组合多元化的机会 现在主题型ETF都非常热门 之前BetaShare还推出了和加密货币相关的ETF 但由于比特币最近跌势惨重 也导致这只ETF相较于发行价已经跌去了46% 所以对于部分对股票市场有一定认识 了解大势走势 但是没有时间跟踪和研究个股的长期投资者而言 ETF可能是一项值得考虑的投资品种 不过主题型ETF因为受到单个行业的影响较大 通常都会大涨大跌 考虑这类ETF的投资者 也要斟酌好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我是Edward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澳股资讯 中文字幕提供